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16年的12月17号星期六 农历11月19 我们来看今天下时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高峰论坛在厦门举行 来自中国史学会的著名专家学者 部分高校史学研究者 各地社科理论工作者代表参会 论坛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 围绕新形势下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历史学研究展开研讨 中国史学会会长 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杰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高翔 省政协副主席 省社科院院长张帆 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文辉出席论坛开幕时 李杰在致辞中说 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和历史学研究高度重视 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高度重视历史学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勇于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错误思潮 充分发挥历史研究 以史建金 资政欲人的作用等方面 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史学工作者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 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宏大的历史观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著书力说服务社会 高翔说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 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和科学遵循 史学界应深入学习准确把握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学术传统 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自决担负其构建中国特色史学学术 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 福建史学研究工作者要以这次论坛为契机 向国内一流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学习 推动我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努力构建历史学研究的八名学派 本台记者报道 12号到16号 省宗志调研督导组来下 对我是2016年党政领导宗志平安建设责任书 落实情况进行实地调研督导 连日来 省宗志调研督导组先后深入我市六个区的 六个乡镇街道和八个村居社区 实地了解公安派出所 司法所 社区校正中心 未成年人健康服务中心 等13家基层单位的工作情况 对三个省及重点整治跟踪督导点 开展实地检查 并与基层干部群众代表 开展了十余场座谈会 面对面提取意见建议 七年以来 我是以打造最具安全感城市为目标 进一步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大力夯实基层基础 持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有力维护了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互联网家群防群治经验 或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 和央视焦点访谈推广 省宗志调研督导组充分肯定了 我市宗志工作和平安建设的做法和成效 并针对调研督导中发现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 提出指导型意见和建议 省宗志调研督导组组组长 省法院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院长何明指出 今年来厦门市认真贯彻中央和省里的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2016年社区市党政领导 宗志平安建设责任书各项任务 很多经验 做法 创新 典型 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有推广意义 和明要求 厦门要发挥技术优势 持续打造特色品牌精品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厦门 确保明年9月金砖会晤安保工作 万无一失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伟华陪同督导 并代表市委市政府 做厦门市党政领导宗志平安建设责任书 落实情况汇报 市领导林瑞 詹苍舟参加反馈会 或陪同督导 本台记者华道 中国民主建国会厦门市第11次代表大会 今天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 民建厦门市第11届委员会 黄世忠当选为第11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市领导张灿民 李伟华 黄景坤 卢江 中兴国 黄世忠出席开幕时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伟华 代表市司陶班子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他说过去五年 民建厦门市委充分发挥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 认真履职 先后就重点产业发展 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许多重要建议 为我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希望民建厦门市委继续发挥优势 为加快构建国家战略支点 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式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审议通过黄世忠代表 民建厦门市第十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 五年来 民建厦门市委全力推动参政议证 共报送各类议证信息2561篇 完成课题调研408个 在政协大会做大会发言7篇 提交集体提案145件 去年厦门民建还荣获民建 全国参政议证先进单位称号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 民建厦门市委十一届一次会议上 黄世忠当选民建厦门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朱蒋思 杨清泉 薛雄志 柯明哲 曾文生 吴迪 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冲锋发挥民建在经济建设当中的特色跟优势 围绕着中共四位党大会所提出的发展战略 紧密围绕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就如何进行财政金融的改革 这个举办好峰会 这个国资的改革等等的话 就是这个议议参政议政 闭幕式上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灿民 希望民建厦门市委继续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 同心同德推进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 并从事关我市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 进一步保持和发挥优势 形成更多有党派特色的参政议政成果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记者从事农业局了解到 我是进养区内生猪退养和养殖企业改造升级工作 有新进展 请倩倩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生猪退养 养殖企业改造升级 是我是小刘育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工作重点 更是从根本上消除污染源 改善全市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预计春节前 进养区内生猪退养和养殖企业改造升级工作 就可以全部完成 在祥安东西之流古宅西 记者看到古宅湿地公园的雏形已经显现 而一旁的古宅西清水潺潺 走在岸边闻不到任何臭味 据介绍 从前古宅一带有170多家养猪户 大量污染物直接排进古宅西 西中积累的猪粪一度厚达60多厘米 导致溪水无法流动 周边臭不可闻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我是一方面进行生猪退养 逐渐将村中的养猪场全部拆除 并实现复耕 另一方面对河道进行轻鱼拓宽 按线进行景观提升并出台扶持政策 帮助养殖户转产就业 转产就业这一块的话 包括我们一些大棚补助 一将代补的政策的话 他们都可以享受得到 比如一些五六十岁的老人家的话 他整个的工作能力的话 比较欠缺的话 可以办理保障性就业补贴 然后今年的话 我们是整个前阵的 所有生猪退养全部启动 到目前为止 前阵419家的任务数 我们已经完成了411家 然后剩余的8家的话 争取在月底之外全部完成 除了拆除寄养区内的小规模养猪场 我是还在保留的64家备岸猪场 开展逢漏地面免冲洗减排放养殖模式改造 全面推广 微生物发酵床零排放生态养殖模式 努力实现生猪养殖零排放 走进祥安区健忘养猪场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宽敞明亮的猪舍 猪舍的地面也不再是水泥地 而是用菌种 锯末 以及一定量的辅助材料混合 发酵形成的有机电料 也叫做生物发酵床 养猪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前清洗生猪排泄物时 常常会产生大量污水 现在采用生物发酵床后 生猪产生的排泄物在原地就能进行发酵 避免用水清洗猪舍 实现零排放 而养猪场产生的其他污水 则通过污水收集池 引入生物发酵车间 与米糠 木屑等进行发酵 转换为肥料 減少了很多污水 对环境也比较好 政府达到他们文件的发酵 是达到300多万 我们改造的总是差不多有600万 目前博士政全面推进养区退养工作 其中统安区已拆除生猪养殖场938户 祥安区已拆除生猪养殖场657户 预计年底可全面完成 我是58家生猪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升级改造项目已通过验收 还有6家养殖场待改造完成后于年底进行验收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今天从海仓区了解到 海仓区将以6线5片区为重点 开展两维整治提升 力争到明年5月底完成全区重要通道 重要节点 重要片区的两维整治提升工作 海仓区建港路是海仓货运车辆密集的主干岛 不少商家嗅到商机私自在附近的吉里村村口处 建起了30多处集装箱简易搭盖从事补胎生意 因此产生大量废料和垃圾严重影响了城市景观 目前海仓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已经对这些简易搭盖进行拆除 周边脏乱差环境得到初步改观 松宇街道镇安村岭上设有65处违章搭盖 他们处在城市主干岛两侧 不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同时也影响市容市貌 本周二海仓城管部门联合松宇街道 共同组成五个宣导组 经过入村入户开展劝导 有的村民主动请来工人进行自拆 短短三天的时间 35处违章搭盖率先完成城改拆除 为两围整治提升提供了示范 青岗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四线范围内的楼顶搭盖已经没有了 路边的搭盖也已经拆除了 所以面目的焕然一新 那这次整治也确实是得到了 领上社广大老百姓的支持和配合 所以在短时间内成片推进 应该来说这是个成功的 截至目前海仓区已经拆除 两围119.5万平方米 完成全市下达任务的199.2% 超出一倍完成整治目标 上午海仓区政府还与东福街道 海仓街道 松宇街道和新阳街道相关负责人分别签订 两维重点整治提升工作责任书 按照责任书要求 下一步 海仓区将以6线5片区为整治突破口 结合灾后恢复重建 城市街区立面 夜景景观工程等整治提升工作 力争在明年5月底完成全区重要通道 重要节点 重要片区的两维整治提升工作 全力提升辖区城市管理水平 那下步呢我们就是 以各街道为主导来全面推进 尤其是这5片区6线 可视范围内的楼顶搭盖 路边的沿线的搭盖 包括广告设置都要进行拆除 在春节前有个重点几个大的突破 5月底之前全部完成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2016绿海鸥厦门垃圾分类 再行动启动仪式 在南湖公园举行 标志着我是生活垃圾分类 和减量工作宣导全面铺开 这次活动由市市政员邻局 市垃圾分类管理中心 和厦门广电集团主办 倡导全民对垃圾切形科学分类 让垃圾分类的观念深入人心 许多市民志愿者 以及幼儿园小朋友都来到现场 在各个互动游戏中 学习如何将生活垃圾分成四大类 海鸥有着海港清洁工的美誉 以绿海鸥为形象代表的 厦门市垃圾分类行动 将整合全媒体资源 不间断无缝隙地进行宣导传播和活动推广 那么我们就想通过今天的垃圾分类启动仪式 广尔告知全市人民和各行各业 我们厦门市将要展开垃圾分类工作了 从今天的宣传仪式启动之后 就将要在幼儿园小学社区机关场况 全面展开不同层面不同层级展开垃圾分类 除了南湖公园外 古浪雨街心公园 海湾公园 中轮公园 中山公园等其他九大公园 今天也同步举行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吸引了许多市民前去参与 可以先把一些有用的垃圾 先给它挑选出来 可以进行一些二次的利用 然后一些有害的垃圾 可以进行比如说可降解的处理 这一些的对于我们的环境都非常有帮助 而且下面这下来不是要迎接金砖会议吗 都对这个金砖的市场环境的提升 以及一些厦门以后的发展都非常有好处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我是小黄茂文明交通志愿者联盟 向全市驾驶员及市民 发出当好金砖东道主 助力文明大交通的倡议 接下来小黄茂志愿者 也将开展一系列的志愿服务活动 宣传文明出行 引导文明交通 起早探黑的公交车 低市司机下班后 他们穿上义务交警衣服 在主次干道车厢内外 开展一系列宣传文明出行 引导文明交通的活动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 当好金砖东道主 助力文明大交通活动现场 小黄茂志愿队伍中 涌现出的优秀志愿者收到了表彰 明年金砖会晤将在厦门举行 超过1400位的小黄茂志愿者 还将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他们也发出倡议 倡议市民多乘坐公交 少开车 共同维护文明让座 文明排队 无影视车厢等 城市公交文明品牌 号召公交出租车 长途客运驾驶员 以创建优质服务示范路线 文明示范站点 文明示范车队为契机 安全驾驶 文明行车 正当行业先锋和表率 向八方宾客 展现城市流动窗口的文明形象 我们是一名出租车驾驶员 又是爱心小黄帽队伍的 厦门召开这个进专会议 那我们要做好东道主 服务好我们海内外嘉宾 各国的来宾 让他们竖起大拇指 昨天 这支活跃的志愿者队伍 也有了专属自己的主题曲 爱暖这座城 也许今天是这个小黄帽 明天也许有另外的团体 为厦门这座美丽的城市 它的幸福 它的秩序 它的文明 不辞辛劳 这样的一些人 我愿意为它来代言 我愿意为他们来写出 他们的心声 本台记得不到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的厦门市基层最美人物 我们带大家认识 最美教师钱平 教书育人 问寒问暖 作为厦门科技中学 新疆班的一名教师 他用无私的奉献和大爱 照顾一百多名 新疆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将教师的角色 加码成每一届学生口中的 班主任妈妈 钱平 厦门市科技中学新疆部主任 福建省优秀中小学体育教师 厦门市优秀教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教先进 荣获2016年厦门市基层 最美教师称号 在钱平的桌子上 手机里 电脑中 保存着每一天 新疆班孩子们 和他交流的点点滴滴 去年 班里有个学生被诊断为 空洞性肺结核 由于家长远在新疆 再加上家庭困难 语言不通 无法到厦门照顾孩子 钱老师主动留在医院 为孩子送餐 购买营养品 垫付医药费 自己忍着高烧和咽喉疼痛 一直坚持把孩子 照顾到病狱出院 然而自己却病倒了 亲朋好友都在说 你这样做 其实为什么呀 自己累成这样 然后周末节假日 也没有办法陪孩子 然后完了以后 天天耗在学校 然后那个时候 硕实在话 的确有动摇过 后来的话 这些孩子们 分批次地去陪护我 当时把这一个 叫到我手上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就自己眼泪 不自主地就流下来了 然后所以当时的话 就在想说不行 我肯定还是要坚持 这几年 钱平十余四乘坐 五十八小时的火车 往返新疆和厦门两地 为学生回家 返校保驾护航 每年暑假 他都花费近两个月时间 到新疆各处的 学生家里家访 平时与孩子们 吃住同行 日夜相随 让每一个孩子 在远离家乡的家门 都有人依靠 他以校为家 双休日 节假日 全年无休 将全部的心血 倾注在对学生的 教育教学中 学生们也屡创佳绩 一大批考上了 211985高校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对孩子的付出 可能是挺多 但是我觉得 我收获的会更多 让我们的孩子们 能够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然后他们也懂得 感恩于老师 感恩于学校 感恩于这个社会 能够说 把这一份爱 传递下去 昨天下午 游市旅游局主办的 2016我爱厦门 活力无限 厦门旅游网络新媒体 推广活动举行 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多位旅游达人 网络直播达人等 将在三天的时间里 实地探访 古浪鱼 观音山 老院子 大邓小镇 等经典景区 并通过社交软件 网络直播 等新媒体的方式 发掘和记录 厦门旅游时尚与活力 旅行结束后 他们还将把 此次旅行的经验 其中反馈给 我是多家旅行社 为改进和提升旅游线路 提供参考意见 我想感受更多的 厦门的美丽地方 因为我听说 厦门这个地方很不错 所以要感受 大部分的这些地方 然后下一次过来 带更多的人 过来感受一下 记者了解到 记住明年金砖会晤 在下举办的契机 明年我是旅行社 将全面提升旅游产品品质 计划推出更多 深度游 主题游产品 同时在产品设计上 注重从古浪鱼 增错庵等传统岛内景区 像集美老燕子 零零马戏城 等岛外新型景区 延伸拓展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第二届福建省青少年 体育科技创新大赛 在松柏中学举行 吸引了我市 45所中小学的 2100名学生参赛 这次比赛 共设七个项目 内容涵盖科技 人文历史 园林植物等类别 比赛不仅要求 参赛选手 有足够的动手能力 同样也要具有 冷静思考的能力 银乔 在遥控航母 兼载器的比赛现场 选手们一丝不苟 精心操作 比比谁的飞机 在规定区域内 飞的时间更长些 而在第一年级赛场 有的小朋友 正在小心整理 已经完成的书法踏片 有的则在为自己 已经搭建好的 停资上色 大赛负责人告诉记者 组委会特别设置了 书法踏片 仿真古建筑制作 模拟考古等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的 比赛项目 希望选手在比赛的同时 能够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知识 能够让学生很生动地通过 具体地动手动脑 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来体验到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 博大精深的一面 本台记者报道 因轨道交通一号线 旅错站主体土建工程建设需要 从21号零时到2017年3月30号24时 旅错站主体结构 及附属工程的围挡将外扩 这次围挡外扩将占用 加河路出岛方向 扶龙国际门前部分辅道 围挡外扩面积325平方米 施工期间 旅错跨线桥进岛方向车道 将暂时封闭 车辆改为地面辅道通行 加河路出岛方向 可以直接通过旅错跨线桥通行 电视剧妈妈无罪 今晚七点半起 在夏市四套幸福剧场播出 该剧描述了女主人公江素秋 在艰苦的命运面前 不屈服于命运 不放弃希望 作为一名坚强的母亲 努力争取自己的孩子 顽强面对人生的坎坷经历 感谢收看今天的夏市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你也可以关注 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